我其實很不知道今天的影片會長什麼樣子 我也不確定今天的影片會不會真的錄完然後有剪出去 因為今天呢我其實想要來大整理我的衣櫃 我想要把所有我覺得 我真的接下來真的不會再穿衣服 我都想要把它整理出來 然後 either是捐出去或是拿去那種二手的衣服店 所以今天的影片其實有點記錄整個過程 可是我也不確定那過程會不會拍起來很奇怪 我們之後再來看看你們會不會看到這個影片這樣 那今天的流程其實是這樣的 我現在要打算把我所有衣櫃裡的衣服都搬出來 所有所有所有衣服都把它丟出來到客廳 一進一進試穿 只要我覺得穿起來好像不太適合 我覺得我接下來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或是冬天的第一個月開始我都不會穿到的話 我就會把它移到可能捐出去區 然後晚點再來看看 我打算要有三個區 第一個就是確定捐出去區 第二個就是 可能會帶穿的區 然後第三個就是要拿去修改的區 你看喔 我幫你們放在這邊 手有點痠 像我之前搬家的時候我就發現我有很多那種收納的箱子 比如說冬天我就會把夏天衣服收進去 夏天會把冬天衣服收進去的那種箱子 我就發現我超多衣服在箱子裡 我根本就從來沒有拿出來穿過 或是有些衣服真的穿了很久 然後都已經洗舊 騎毛球 我就覺得一直放在我家 就是也是很浪費衣服本身 因為他可能還可以再找到喜歡他的人這樣 今天下午我就要來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出來 然後每一件衣服都穿上他 然後看看到底要不要把他留下來 看一下 你看我這邊有一堆衣服 然後那邊有一堆 但是那個衣髮衣服我還沒試穿 然後你們看喔 我這邊有一堆衣服 這是我衣櫃的一部分 然後像你看我這邊有那些冬天的那種袋子啊 然後那種就是衣服 就是我收起來但我真的幾乎都沒有把他拿出來穿過 就我就覺得放在這邊很可惜 因為我真的真的很少穿 就覺得放在我家蠻浪費的這樣 所以就是你們看到我剛剛有很多很多很多那些箱子啊什麼的 跟很久沒穿的衣服 所以我等一下會把所有所有的衣服都丟到客廳 然後我們一件一件來試穿 OK 好 開始 好 OK 好 大家看到我齁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 我以前都會覺得說 啊 等一下這件可以那個時候 比如說誰誰誰來的時候 我們去哪裡玩的時候穿 就是那種一年只會發生一次的那種事件 根據我的經驗 我那樣留下來的衣服從來沒有一次穿到過 那我們就快點開始 首先我來拿耳機一下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很愛戴耳機 我通常就是有時候 做家事收東西或打手家裡 所以我都要戴耳機 這件完全沒有穿過 可是好可愛喔 要不要留喔 我清空了這個 這個本來是牛仔褲類別的 我分了一些類 那邊是要捐出去的 然後那個是留下來的 這兩個是 這個是不確定的 然後這個是要拿去改size的 我都忘記我買今天裙子了 明天 我明天上班就要來穿 這件怎麼樣 我還不知道留 我覺得好像ok 可是又覺得 好像還好 大家還記得這件上衣嗎 這件好像 欸這件是在CMU的時候買的 好久沒穿 他的這個 欸這件是好的 去年 我超級常穿這件毛衣了 大概一天裡面會穿六次 不是 還是很好看欸 留下來 我現在 開始記錄到冬天的衣服去 好熱 好黑喔 好黑喔 這樣 這樣留著 這件真的是 其實是很擋風的 因為他很厚 他在針織很厚 好熱 好熱 這件我超喜歡的 去年 欸 今年穿去那個 我們去拿 大阪的時候的那件外套 我覺得這件當初買的時候 我就以為很適合我 不知道為什麼收到 我就一直覺得穿起來 剛剛我的身體很 複搭的感覺 嗨大家 給你們看一下我現在的進度 嗯 我現在有點快瘋掉了 這件是我要留下來的衣服 就是 基本上都是夏天的衣服 我冬天其實只剩下 大概留著可能就是七件毛衣這樣子 超級無敵亂 嗯 我現在這邊呢 其實都是要留下來的衣服 就是有一些外套啊 然後 褲子啊 T-shirt什麼都把丟在這邊 然後下面這邊應該也都是要留下來的 只是我就是看了一下知道有一些都是我 比如說上禮拜都還穿的 所以我就沒有在試穿 這邊呢 是我確定要留下來的冬天的衣服 我剛剛稍微把它折了一下 然後這邊是一些牛仔褲 我打算要 嗯 拿去改的 有一些太鬆了 可是我有想留著 所以這些是有一些要拿去改的 然後這一堆呢 是我打算要拿去捐的 這些我基本上都是 很久很久很久沒有穿過了 超級多 就是褲子 衣服 外套等等的 然後 我打算等一下再慢慢把它們稍微折一下 真的好熱好累 就是整理這個真的是太累了 我現在要來把這些都折好 收好然後放回去我的衣櫃裡面 加油 我現在先換回我的睡衣睡褲 然後要來開始折這些所有衣服了 加油 加油 我現在把我想要留下來的衣服都收好了 我收超久的 然後 嗯 這些衣服都還沒收 晚一點吃完飯回來再繼續折 這些是重新整理過的冬天的衣服 跟一些外套 ok 這些是我準備要拿去改的衣服 將 我還沒有在美國改過衣服欸 所以我蠻期待的 嗨大家 現在是 嗯 大概又過了上次你們看到的片段 的 又過了大概五天 然後我現在是剛下班 就是 我現在 就是要趁在看泡阿蝦的時候 來折後面這一對 要捐出去的衣服 就把蠻期待對著 我會不會哭 我會覺得 那它是還要捐出去的衣服 我會 Pewdiepie maan 那把它買到 我會喜歡 我們是不是 我會喜歡 用 中則好了 總共有1 2 3 4 5 6 6大袋要拿去捐的 YES 就離上一次的影片 可能又是一個禮拜之前 我們今天終於找到時間 然後我要把後面那些 就是上次整理好的那些 要捐出去的衣服都拿去 GOODWELL的那個 Donation Center 呃...對 終於 大家很快速的把衣服捐去GOODWELL了 就是我本來以為會一件一件拿出來 就是還看狀況 OBOK什麼的 結果捐的時候那個一個老爺爺 就... 手放在這邊就可以 然後就給我一個收據 然後就結束了我捐衣服一件事情 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GOODWELL捐衣服 還是我第一次捐然後有拿收據 我有點忘了 可是之前有時候我都會在附近 有時候路上會有一些台灣也會有的那種 舊衣服回收箱 之後感覺就是可以在GOODWELL捐啦 就如果有...以後有一些 穿起來不太適合的衣服 感覺之後我就可以 這樣轉還蠻方便的 今天這個影片的Ending 我一直不知道這個影片要怎麼做Ending 因為其實我就是想要來大整理我衣櫃 然後順便記錄這個過程 可是後來我拍一拍到後面發現不知道要怎麼做一個Ending 好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就是我的...清除...no...整理衣櫃大作戰 就是到這邊 然後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掰掰